千里引发的就叫不公正?那么谁引发的又叫公正?公不公正,谁说了算?你?见鬼问。 公道自在人心,千里一罪,是不是破坏平衡?不是由某个人说了算,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认识到他的夸张都会认定他是平衡破坏者。牧师很是自信地说。 见鬼淡然一笑,那不过是大多数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说白了,不过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罢了。 看来我们实在是谈不到一起去,你让我很失望。牧师说。 你也挺让我失望的,我看得出你的来意是想劝我加入你们,只不过你的口才似乎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好啊。 连我这么个不善言辞的家伙和你辩论居然也没落下风,真是少见。 见鬼说。 既然你明白我们的来意,那么我就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认清千里一罪的存在是对平衡的极大破坏,来和我们一起抑制它的破坏。 牧师说。 哼,见鬼冷笑了声,我绝对认同千里的存在,而且会作为他最坚定的伙伴,站在他这边。 哼哼,牧师同样在冷笑,你这样坚定地站在千里那边,不就是认为可以从中获取的更大的好处吗? 你的双匕首,你的雾影突袭,你的阵营哪一样,不是因为千里而获得的? 事实上,我可以帮你得到更多更实际的好处,比如说,你现在不是因为无法放弃阵营日常任务而烦恼吗? 其实,想放弃还是有办法的,怎么样,想听听吗? 见鬼望着这牧师,望着他那自信满满的微笑,摇了摇头。 像我这种年纪,实在不应该这么直接地骂人了,但是,我实在是忍不住,你个傻逼,收起你那随随便便肯定别人心中想法的上帝心吧。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绝不认为千里是不合理的存在,我更可以告诉你,我的目标就是要成为那种不合理的存在,至于你,我想到的只有四个字,莫名其妙。 见鬼说完,就想离开,只见到身后的牧师很是遗憾的道,既然这样,身前的断水剑手一台,手中的六姬连弩已经指向了见鬼。 你从千里罪的变态表现中,获取了太多好处,为了维护整个游戏的平衡,我们只好做出适当的收回。 你放心,我们不会太过分,只会收回物影突袭,双手精通,以及你所在的阵营。 牧师说。 这种东西,是你说收回就能收回的吗? 见鬼说。 很简单,只要你掉到四十级以下,这些东西全部会消失。 牧师说。 原来如此。 见鬼恍然,两个刺客技能,非普通盗贼可以拥有,而阵营看来也是尽职完减才会有的权限。 掉落等级,这些全部自动消失,想不到这家伙竟然还打着这种主意。 我真想不通,见鬼突然又说话了。 这种疯子,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的? 说起来断水剑的行事作风,见鬼本就比较欣赏,在推翻对他的怀疑后,更觉得此人其实不错。 却想不到,竟然和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搅在一起,看情况似乎更是听命于他。 和你一样,我也只是坚定地站在我朋友的一边,断水剑没有说太多。 原来如此。 了解,见鬼点点头,那么就多谢你了。 谢我? 断水剑不解? 这样一来,我的日常任务又有了完成的机会。 见鬼这话一晚,突然间已经出手,用的正是他的最强招雾影突袭,双臂一跤,以朝断水剑捅去。 这样的距离,断水剑已经很难进行跑位,然后他却也没有一位,而只是飞快地蹲下身去,并极力压得很低。 而二人的身后,牧师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雾影突袭的最大弱点,并不是阳光下的影子,也不是需要距离的冲刺,而是因为使用者的武器是极短的匕首,所以在冲击过程中无法触及到过低的角度。 此时的见鬼当然已经察觉到这个问题,在断水剑蹲身的一瞬, 他就想沉蔽低腰,放低身形,结果却发现,做到极限,断水剑却依然会在他冲击的水平线以下。 这对见鬼来说,算得上是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最有信心的杀招,突然间就被化解为无形,断水剑身形极低,低得像是蜘蛛一样,快要趴到地上了。 虽如此,他还是翘起了他的手臂,寒光闪动,距离如此之近。 见鬼又无顾飞那等反应,中箭是必然的。 只不过断水剑的剑使攻击力并不怎么样,这点见鬼心中有数。 那日交手,顾飞顶着断水剑一记狙击迎面而上,被陆柯等人视为胡闹。 事实上,在那之前见鬼中过顾飞一剑,顾飞已经私聊过他。 两人核算过了断水剑的攻击力,并大致估算出了他用最强技能狙击时所能拥有的伤害。 所以说,顾飞那不躲不闪的一冲,其实根本不是貌似形式。 断水剑的伤害根本已在他计算之内,他知道自己完全不可能挂,这正是一个吸进断水剑的绝佳机会。 顾飞的演绎非常成功,而见鬼刚才胆敢在断水剑弩指着他的情况下发动攻击,就是也吃准了断水剑没能力秒杀自己。 所以即使中他一剑,随后被秒杀的也将是被见鬼雾影突袭,突杀中的断水剑。 千算万算,没想到断水剑由此闪避的一手,这一缺陷,顾飞也没看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这技能对于姿势有着系统限定。 以顾飞柔韧的伸展性,就是让他手推着地面搞一技冲杀都行,所以完全没想到这招居然有这么一个漏洞。 中了此剑的,剑鬼已不再想着继续冲击,顺势朝旁甩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飘移。 极高速的雾影突袭,突然朝着那牧师的方向冲去。 剑鬼知道,这招固然有这种缺点,但断水剑能躲过,却有他的反应和敏捷因素在内。 他能闪并不代表人人能闪,尤其眼前这个,不过三十六级的牧师。 剑鬼在谈话过程中已经对他施展过鉴定术。 三十六级,装备平平,就算他也是顾飞他们一样的功夫者,缺少装备和等级的点数提升,伸手也快不到哪儿去。 这道理,就像顾飞没了暗夜流光剑和暗夜灵袍,杀伤力也将不复存在一样。 游戏,毕竟还是需要等级和装备来支撑的。 这人能躲吗? 剑鬼想着,看起来不能。 剑鬼从对方目光中看到了惊叉的眼神。 牧师的确很惊叉,他没想到,剑鬼竟然在那刻不容缓的一瞬,将施展中的雾影突袭,调转一百八十度来继续。 他熟知技能的规则,知道,这技能并没有说在改变方向后就一定会被打断。 只要技能时间在转向移动够连贯,持续也不是不可能的。 只是他没想到,这个约六十级的技能竟然在一个四十来级的刺客手中实现了完美的变相,而且是变了一百八十度这么夸张。 以他现在的点数是怎么实现这种技巧的? 他没时间想那么多了,雾影突袭即使有缺陷,但速度上是完全货真价实。 而这牧师叶小五也完全不像见鬼想的具备什么身手,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弱书生。 秒了他。 见鬼心中存在这一个想法,虽然他知,有断水渐载,之后自己可能也没什么好下场,但能零挂钱秒了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也是很有快感的。 只可惜大家不能在一个复活点复活,不然欣赏下他的表情也挺是有趣。 见鬼以为自己就要得手,突然他看到这牧师的身后似有什么东西闪出。 是什么? 见鬼的脑中刚刚闪过这个念头,只觉得脑中嗡一下,整个身子就像断了电一样,突然就死死盯住不动了。 门棍。 见鬼诧异,被人偷袭,敲一闷棍,并不稀奇。 但让见鬼惊叉的是,对方竟然在自己施展物影突袭的时候,追到自己身后来了一棍,除了顾飞的瞬间移动,见鬼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做出这么高速的移动。 是刚才从这牧师身后一闪而过的那东西吗? 见鬼想着,他没有顾飞那么出色的移动势力。 如果是顾飞,刚才那高速的移晃而过,他已经可以足够看清那是一个盗贼,飞步闪到了身后。 好险,见鬼只听到身后那人在说话。 我手心都出汗了,太快了。 迟了也不要紧,卧掉一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叶小五笑着说。 跟着,见鬼已觉得背后一阵刺痛,他来不及回头看这人是谁,已经被人无情地挂掉。 断水剑的近距离狙击,虽不足以秒杀,但伤害是实打实的。 见鬼实在无力在支撑来自身边二人的合击。 这个情况得赶快告诉千里才行。 在盗贼工会复活的见鬼,连一秒钟都没有为自己调集感到忧伤,他飞快地拉开了好友篮,但随即苦笑出来。 这种时候,顾飞怎么会在线? 还是先通知其他人。 见鬼想着,连忙在拥兵频道里发出消息,出大事了。 有多大? 像战无伤和御天神明这种不着四溜的家伙,回消息永远很快,但永远没个正经。 我挂了,见鬼如此说,为了严肃气愤。 怎么搞的? 团长发话了,其他人为了不被鄙视,连忙保持频道肃静。 带房子团队 优优优独播剧场——想 hacendriyim喔。